变幻莫测的扯铃在手中左牵右影 忍者舞蹈融合扯铃炫技让人目不暇迹 台中市两年一次的街头艺人征选活动正式开跑 要让每个身怀绝技的高手一起成为台中市的城市艺术家 因为我们的街头艺人征选的是盘盖全国各地 所以也希望我们的街头艺人到台中来 也希望我们台中市民可以跟全国的这些一级棒的街头艺人来做互动做学习 我们欢迎各地的街头艺人能够到台中来参加我们的街头艺人的征选活动 希望台中市本身就是一座城市就是一座舞台 希望整个台中是一个友善的对于街头艺人是非常适合表演的地方 彩绘老师用国外引进的指甲花原料在皮肤上细细勾勒 不用几分钟的时间象征好运的印度彩绘 已经栩栩如生的在手上呈现 台湾这几年有一些艺人结婚也在画印度彩绘 因为它里面有混合一些粮草 它就是说可以像中东国家他们天气很热 他们其实是会画在手上或是脚上来降温 那指甲花本身在医学上面它本来就是有退热跟消炎的作用 还有这可爱造型的创意手折纸 利用纸板凹凸特性让作品能够立体呈现 不管是Q版的Snooby还是淘气小黄狗都让人爱不释手 而他们可都是是否认证的好手艺 我可能会跟客人做一些互动 譬如说我会教他们做一些简单的小东西通案 是像这个陀螺 它这个陀螺它是可以转的 对就是现场让它体验一些小小的玩意儿 然后让它懂这些基本概念 然后如果说它有兴趣 它可以在现场就是购买财奥包回去自己完成 今年街头艺人的争选分为表演 视觉创意等三种类别 即日起开始报名 交于5月16、17号两天在台中公园轮番献议 活动当天投票的民众还可以抽相机 吉他等好礼 欢迎民众一同到场来为街头艺人喝彩 记者杨宗环流军台中采访报道